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8岁的台湾居民就唱衰台湾 即是你不应该出声 安排义工 这最过瘾了 安排义工和居民 于公开长合华活动中 表扬女青年会 现在乡市委员会 投诉给女青 他的职员公开表扬女青 于是你的上司就说 所以就要警告你 你做错了 你不应该公开 组织的居民在公开长合表扬女青 如果真的有组织 我们都觉得好像自己拆自己的鞋 但事实上不是我们组织 是居民自己就冲自然去说 是其他团体自己搞活动 找街坊上去表达 他们当时救灾的时间 哪些团体有帮他们 他们自己说的女青年会 就表扬了你们的工作 是 这个成为罪证之一 竟然女青年会也不喜欢 然后因为外面有街坊 赞她自己的职员 赞到有乡市委员会投诉 于是就要警告这些职员 是否不行了 这是左右做的 这些真是方天下之大谋 那乡市委员会建议什么呢 这个国民政总署建议 向民政总署建议 终结本会 即YWC 大澳社区工作队的服务 整队接了她 不单止炒你 直接接了她 也招了她 阻止她 挺厉害的 乡市委员会 民政署联手 基本上想接了她 没错 现在已经是 接了半了 接了半了 究竟搞什么呢 其实整件事就是 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在1月23日 民政总署局长 见你们的会长 和你们的总干事 当时 倾谈监 根据立法会 新造部的文件 就是政府向立法会提供的资料 显示 倾谈监 其实是政府的说法 局长提及收到 乡市会 致女青年会的一封信咸副本 他希望乡市会和女青年会 能够攜手合作 共同为大澳居民的福祉努力 以配合政府推动和谐社区的政策 没错 好的 和谐社区的政策 他解释 这些是正常的 不应该视为向女青年会施压 怎样呢 你做不到和谐社工 做不到和谐社会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曾德成竟然不觉得 在一个这样的场合 提出工作上的指导思想 和谐社区 他觉得不是一个施压 那是什么场合 你再说一次 是女青年会 由会长和总案事 去解释 我们九龙会所重建 希望得他支持 这个场合 他在谈谈间 好像不经意 带来一个这么小的社区 一个地区团队 一个投诉 他可以这么上心 突然拿出来 向女青年会 这个场合提出 一个这样的要求 问题就是 他不觉得理所当然 你们应该要做这些事情 不做不到便是不对 即是局长 日理万机 有多少要跟他做 他来到一个女青年会 女青年会 也有至低限 几十个单位 我想过八个单位 在大澳一个小的单位 然后收到一封投诉 他特意说这些事情 就说 你应该跟当地的居民一起 推动和谐社区工作 就不是施压 这真是笑话 其实 其实我们社工 其实还可以做些什么 如果一个 你在大澳工作了六年 在女青年会工作 二十六年 你一直以来都是尽心尽力 是为以居民的利益行先 都是用一贯的手法 一贯社区工作的手法去做 那我们怎么做社工 是的 所以我想 今次我自己这件事 感觉就是 其实我们过去的工作 都说 我们一定会多多少少 一定会对一些传统的力量 对政府部门 一定的不高兴 或者一定的压力 但为什么那时候 机构可以撑得住 现在撑不住呢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看到 回归之后的政治格局 曾蔭权说得很对的 就是亲疏有别 这个亲疏有别 这个政治格局 其实不单止是在立法会的层面 其实一直滲透到地区的层面 由区议会到服务的层面 其实也有 所以我们看到在地区里面 民政署和一些友好的团体 有关系 他们会和我们合作无间 但当其他团体 希望一起为了区做一些工作的话 对不起 你不是我们一些友好的朋友 我们就希望透过那个友好的过程 大家有一些资源 透过这个过程 可以帮你去搞好你的团体的工作 好像今次救灾这件事 其实我们地区NGO 不单是我们NGO 是很多NGO 希望合作一起做 但为何作为一个民政署 不是要做一个地区协调 结合地区的力量 而是只是和一个团体一起去做 这是谁搞得不和谐呢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在回归之后 我们看到以前的社会服务 大部分的资源都来自社福利署 但现在 发现很多不同的部门 特别是民政事务局 掌握的资源是非常之多 然后就是很多社工的服务 就开始脱离了 过去有一个由社会工作专业的角度 和政府一起磋商 什么服务的模式是最好的 例如Fernando 你经常提到 有时有五年的计划 十年的计划 那些东西 现在没有了 政府说什么呢 总之我哪里有钱 我订出来 请社工去做 老板就是那个团体 我们要服务就是那个团体 我们和谷就和谷了 所以慢慢很多服务的要求 就已经没有了社工本身 那种我们说的政治面向性格 我们作为社工 应该去分析现在 弱势群体所面对的问题 除了他个人的能力之外 其实很多结构因素 令他不能够表达出来 我们社工最大的功能是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说这一部分 斩了他 就是斩了一只手 那只做另一件事 那就是政府要我们做的那一件事 久而久之 社工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的工具 我们很明显看到事件局也是这样 房屋处重建也是这样 屋宇处请社工也是这样 它完全都是为他们的目的服务 所以社工去到最近的校园 研毒的计划也是 即是当有事的时候 社工我们验到一些朋友 有需要你去辅导 这个就是你的责任 这个是福利的责任 去照顾这个朋友 第二天我说笑这样说 聖坛节之后 有几个喜鹰出现的时候 校园研人计划 麻烦你社工又去帮手 研人 又去辅导一些人 又去做一些性教的工作 社工就是做了这些政治的任务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很重要的 政治面向的因素 我们和居民分析结构的限制 令到弱势群体的平衡 不能够彰演这种功能 我们去了哪里呢 所以这个就变成 现在政府就是要河蟹 河蟹到所有的服务都变成河蟹 我们的社工变成河蟹社工 简单说 我们社工再不能够做倡议的工作 没错 没了倡议这个角色 其实我们可能会最终淪为一个政治工具 没错 即我们只是和它补获 但其实制造了一个获的问题 我们就没有解决 所以直接是影响我们的服务方针 即是基层市民所接收到的服务 或者他们的应有权益 根本就没有办法伸张出来 那谢世傑未来有什么可以做呢 我想12日我们开了一个研讨会 气氛都相当热烈 我知道譬如今次电视台的网上的进入片 都相当看了很多人 反映了社工本身对民政局政治粗暴 淺踏我们社工专业的不满表达出来 所以我们星期三就再坐下来 一起谈谈有什么去做 那天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抗河蟹联盟 是的 我们希望有社工组织 有民间组织 一起联合在一起 是向政府这种抗河蟹的行为说不 我们要不做河蟹社工 未来9月20日我们会有个行动 没错 抗河蟹大游行 好 我希望大家一起出来表达我们的意见 好 如果不想做河蟹 记住9月20日走出来 留意我们的消息 支持不只是谢世傑的问题 是整个社会服务 甚至我们在香港能够抗衡 不要纯粹淪为政治工具的问题